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者团团长金光珠和韩国孔子文化中心宣传部长弘毅大学教授 全春花等出席了当天 在韩国孔子文化中心二层会议厅举办的友好合作协议签署一事 此次友好协议的签订已增进如灵电视台与韩国孔子文化中心之间的中韩 儒家文化宣传项目交流为目的 谋求共同发展 从而增进中韩两国间的理解 实现共赢 如灵电视台是韩国唯一的播放儒家文化关联内容的电视台 今后韩国孔子文化中心将大量引进中国方面 有关儒家文化的新闻 资料 讲座等内容提供给儒灵电视台播放 友好合作协议签订仪式结束后 韩国孔子文化中心对儒灵电视台代表李氏江问凤进行了采访 并邀请成军馆前典礼委员会副委员长金光珠 录制了儒服穿戴和户记诵读等儒家文化相关内容的视频 感谢观看